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天澳門的健康碼出現了問題 就搞到好多人都沒有健康碼出不到大陸 我們看看現場情況 影片是網友提供的,多謝網友先 看見現場的情況,都是好多人排在這裏 跟昨天的情況一樣 但是昨天據聞就是大家等時間一起衝關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 今天就是健康碼壞鬼了 然後就搞到大家都出不到去 其實健康碼壞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每次壞關口就一定會生命殺人在這裏 而其實每逢上班下班那些時段是特別誇張恐怖 因為那些時段肯定是高峰期來的 因為現在旅客不多的嘛 理論上來講就不會有旅客 因為健康碼積了好多在關口的 不過看怕那些情況之後都應該還會發生的了 因為那些5日電子系統其實都好過一流的 除非之後疫情完結了大家都不想健康碼過關了 不過暫時現在這樣看都不知要等到幾時了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到了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